家福基金会长期辅助弱势儿哨 而这些受辅助的对象当中 有六成以上是单亲家庭 有一成是隔代教养 这些儿哨在小小的年纪 要面对家中的经济弱势 照顾议题 或是自身的健康状况等各种挫折和挑战 相当不容易 因此家福每年都会领选全台的自强儿童 鼓励他们勇敢奋斗的精神 因为罹患罕见疾病 麻烦是症候群 所以有严重的视力障碍 近是超过两千五百度 那今年国二的瑞瑜 却没有因为这样子荒废学习 是一位数理自由生等级的学霸 更梦想未来要当眼科医师 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朝人生梦想迈进 何瑞瑜一样勇敢迎战人生难关的 还有今年国三的祥父 因为父亲过世 从小是和两个姐姐 由祖母和一年级的母亲带大 祥父在课余时间总是家世农事两头忙 就算手受了伤也依旧努力 这些两万八千户都是来自经济弱势的家庭 那其中里面大概有六成多的家庭是来自单亲 可能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 那有一成一是来自隔代教养 这些孩子能够在内境中成长 在艰困的环境中能够自立自强 我觉得相当不容易 在福基金会表扬自强儿童 从春台领选了二十三位 在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 需要承受许多人生逆境的儿少 看他们如何迎战挫折和挑战 力拼人生反转 这是草鑫军出财 太棒了